很开心在最美丽的年华遇到最美丽的你 吴磊赵露丝在最近的星光大上终于合体同框了 这是我们多少无路愤闷 巧说一盼 多少日夜终于让我们等到了 在这场活动中 吴磊赵露丝眼神对视的那一秒 深情中又带着一丝欣喜 从他们的眼神交流中我们能够看出 他们并不像网上流传的那样 关系不合 不然赵露丝登塔领奖的时候 吴磊的目光就不会紧紧跟随 脸上就不会在不经间露出微笑 当然了吴磊在台上发言的时候 导播也是时不时就怯到赵露丝的表情 可以看到赵露丝脸上洋溢出的甜甜微笑 不过当赵露丝注意到摄影机在拍自己时 还害羞的低下了头 天呐 赵露丝你怎么还娇羞起来了 是不是对吴磊信用所属了呢 从这些微笑的细节可以看出 吴磊赵露丝对于彼此的相互欣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前段时间他们二人也是流出了机场路透照片 从照片中我们不能看出 他们二人的私下穿搭将好相似呀 就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的 不过就算是巧合我们也很开心了 毕竟他们已经是四年连续同框了 四年从一开始的女配到并肩同行之人 她亦是她坚强的后盾 永远在她身后保护她守护她 她也是最懂她之人 这次的星光大赏真的就磕风了呀 演的大家伙再一次的猜测起两人的关系 毕竟在他们拍摄电视剧的那段时间 似乎二人产生了暧昧的情愫的 拍戏期间的牵手还被拔出串前绿装 在去年吴磊发布的文案中 发布了带有六个零的文案 而赵露丝之前则发过六个H的hello 最后的英文就是吴磊发的oh 还有吴磊赵露丝私下穿过的条文情侣扇 这些小细节虽然不足以证明两个人有恋情 但也确实当时二人是有好感的 如今许久未曾见面的吴磊赵露丝被网传关系破裂 但这次星光大赏中 两人的表现却狠狠打了那些人的脸 明明赵露丝吴磊眼中还是有对方的呀 况且两人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在长相性格等方面也是非常的适配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露丝吧 首先就她的长相而言 并不是大家所俗称的美 肉多多的脸颊让她看起来很可爱 但是和精致却是不搭边的 不过看的久了你却发现 她是属于那种耐看型的 虽然不是大家定义的瓜子脸 但是圆润的脸颊 却让她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而且她为人是很随和的 无论在什么境遇之下 都能与大家热聊起来 相信很多人都和小编一样 是被她在剧中一口浓重东北枪的形象给吸引的 因为她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为大家打了欢笑 而对于这个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来说 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资源 真的是太难得了 之后看过她的作品 小编也终于明白 她为何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赏识了 虽然没有经过专业化的学习 但是她对人物的演绎还是很有心得的 每一个角色都让她赋予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这应该就是大家所俗称的 对表演的天赋了吧 从她之前参演的众多作品中 我们可以发现 当下很多当红的小圣都与她合作过 对于一个新进的小花来说 能够有如此好的机遇 真的是太幸运了 在了解过之后 小编又发现 原来她是以歌手的身份参加比赛 从而出道的 看来在她的身上真的有太多隐藏的技能 是没有被大家关注到的 难怪外表与能力不算突出的她 能够在圈内混得风生水起 小编发现作为一个新人 她很少会去参加综艺 而是一直在努力的拍戏 因此每年都会有她参演的作品被播出 不得不承认 在事业上 赵卢斯真的是挺平等 小编觉得 她应该算是那种有趣的灵魂 与好看的皮囊同时具备的艺人了 这种得天独厚的特殊性 真的让众人羡慕不已 再加上她直爽不做作的真性情 让她的人缘极其之好 虽然在表演上 她还有很多需要增进的地方 但是她现在所取得的成就 却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一个艺人意识的经验 也许很容易被大家忘记 可是能够一直不断的向前 并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就证明 在她的身上 是有很多闪光点在的 而和其他艺人不同的是 她很喜欢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日常 她毫不遮掩的个性与话语 更是赢得了众人对她的喜欢 那么吴磊呢 吴磊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当然这个是网友也说过的 除了汽车 露营 养狗 这些符合青年人的生活方式 他给我展现出的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工作和生活 时不时与剧组演员来往 而是他在自己生活时 即使去玩 也会和普通剧组演员保持距离 不是说冷漠无情 而是心中的距离 特别是女演员 我感觉他会很舒服的 让对方感觉到我们就是朋友 即使我对你好 也是绅士行为 所以这次他和露丝 这么多甜蜜的举动 我才怀疑他这次真的动心了 他的生活态度 也是我喜欢他的一点 比如他会抽时间 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去突破自己 克服恐惧 当然正是因为这些体现出 他的少年感 去观察他的照片 当他不孝实 很难看出他的阳光 但是你通过看他的片段 动图 总以观察他的说话语气 用词 便能马上get到 他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甚至有点憨憨的感觉 但是我想说 这不正是二十多岁的男孩 展现出来的吗 正是因为他不在戏中的塑造 更贴近真人的表现 也拉近了距离感 没有硬傲人设 多了份活泼与青春的活力 至于他的成熟 通过外表 第一就是肌肉 其次就是图片的展现 以及戏中的塑造 这几年的戏感觉正在向成熟之人转型 林不一 陆小北 看似是少年 却能让粉丝感受到不一样的硬汉感 这是他的工作上 包括他对待工作的态度 也是一丝不苟的 最后的最后 吴蕾是没啥包袱的 我相信其实在屏幕前 大家看到的 他 基本上就是生活中的他 除了他痛苦的时候 不愿展现出来的 但是 他的处事态度 生活态度 应该就是乐观 积极 只是他心中痛苦 别人不容易感受得到 而且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 虽然说他的母亲和姐姐 作为管理他的人 但是别忘了 他也二十多岁的 接受过教育的正常人 应该还是会有自己的主见 判断 而且对自己未来明确的人 不过明星处于娱乐圈 绯闻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 有些是真的 所以作为追星人的我们 其实应该尽量的 去避免参与这些 我知道好多人是妈妈粉 或者是女友粉 看他绯闻 肯定是会很愤怒 但是我觉得 演员明星 这个行业的诞生 并不和其他普通职业 有什么差别 其实对于我们喜欢的偶像 我们更应该把他们 当成普通人 退去光环 然后再去发现 自己偶像 整整的发光点 然后和他靠近 我们的生活 需要正能量 而非充满娱乐八卦 以及负面的新闻 比如一些不好的CP行为 黑粉 键盘侠等等 其实 扪心自问 我们生活中 谁能忍受 或者是谁能去做到 我们真的追星 就是应该在偶像身上 学习好的地方 并出不好的做法 而非去吹捧 每个人都有不足 偶像意识如此 偶像的完美 在于你自己内心的想象 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凭借想象 幻想这股风 成就更好的自己 而非一些过激行为 所以还是多关注自己 少关注他人 当我们有一天有能力 去做一些维护自己 喜欢的人的事情的时候 即使可能不喜欢了 或者是喜欢已经冲淡了 但是 我们总会感谢那个 激励我们前进的人 我想追星最好的样子 不是为他花了多少钱 或者为他喷了多少个黑粉 而是提升自己 与他并肩同行 成就更好的自我 那么大家觉得呢 кого对不起 我